第四名,塔图姆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下赛季,最有可能爆发的球员,也不一定就是新秀,就算是的话,也可能是一年级的,也可能是二年级的,不管怎么样,既然谈到爆发了, 肯定在数据或状态上有只一样的飞跃,但能够有所飞跃的,必是现在还得有些球星的苗头,甚至就是球星了,不然怎么打,也不会有数据和状态的飞跃,因为压给你的水平不行,主教练也不会把你当成技战术的核心,这第四位就是绿军的塔图姆,相比杰伦布朗,他更加谨慎和严谨,意识也更好, 虽然缺少了布朗的劲爆,但母版可以定格为伦纳德或皮尔斯,第三名,米切尔米切尔用超新星来形容一点问题都没有,的确他打出了劲爆的数据,下赛季相信已经是绝世核心的他,还会迎来数据上的爆发,米切尔也被称为会投三分的韦德,韦德现在也投三分, 但不论出手次数和命中率方面都不是很景气,这也是韦德现在逐渐退出后卫第一阵线的原因之一 像比较老的后卫,保罗心筋就足够高,因为他的命中率高,韦德当然也是打得很狡猾了,毕竟巅峰期已经过了,而现在的米切尔有点当年巅峰韦德的意思,身体强壮,打球也很狡猾,关键是带队能力很强,并且还有提升的空间。 第二名,本西蒙斯虽然大家认为本西蒙斯今年打得不错,但也有季后赛孟一场比赛,只得到一分的精力,却是和我们对他的预估大相近情。 这种差距不是体现在得分方面,而是状态的体肤略大,为什么杜兰特、詹姆斯这么厉害,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命中率高,方会稳定,不论怎么打都能场均那么多分, 本西蒙斯是很有机会接近詹姆斯的球员,当然是从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上说,本西蒙斯身体强壮,爆发力惊人,关键是他这个身材直接打一号外,可以说是所向披拟了。 但本西蒙斯有个弱点,就是不投三分球,相信下三季本西蒙斯还会迎来自己状态和数据的爆发点。 第一名,库兹马很遗憾的是,更多中国球迷喜爱的火箭队并没有球员上榜,原因是火箭队的老将太多,然后就是很多新进球员,并且这些新球员并没有高顺位的,也没有像爵士队那样重点培养米切尔的。 为了培养他,甚至把胡德都放走了,库兹马这位球员状态非常好了,并且依靠他的技术能力,以及身体天赋,相信在张姆斯身边还会有所建树的。 库兹马,球哥和英格拉姆,都是胡人队的交易筹码,倘若没有被交易,相信将成为张姆斯身边的得力助手。 到学后,胡言总冠军会尽在咫尺。